各位團員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看33課本形體的第90 這個題目我個人覺得是個算算蠻不錯的問題 他說P是x軸上的一點 這個P點到某一條定值線L3x-4y-23 它的距離乎3 請問這個P點的座標是多少 那這個題目老師覺得最重要的關鍵就在這裡 P是x軸上的一點 來 小學 這句話你可以把它畫起來 P是x軸上的一點 那老師要來思考一下 這個P點的座標當如何假設 對不對 來 小學 這個時候P點的座標在x軸上 所以代表它的Y座標是不是0 所以你就立P點的座標就叫做X0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當然就利用 所謂點到直線的距離 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 老師已經念過N百變號 就是把這個點代入雙層次取什麼值 絕對值 X0代進去取絕對值會得到3倍的X 減掉0 再減6 點代入雙層次取絕對值 除以係數平方合開什麼號 係數平方合開根號 那同學我們就直接算了 3的平方是9 -4的平方多大16 聽說會擋個3嘛是不是 同學這一集怎麼樣結束了 寫這邊可以看得到 接下來我們這裡絕對值 這裡是3倍的X 減掉6 好 這裡是誰呢 5嘛 乘過來 等於15 我把絕對值去掉 3倍的X減6 它會等於 正15 或者負15 OK 那我們來算一下 3倍的X 應該會等多少 我們把負6移過來加6 15加6 21 或者是 3倍的X 來會等於 6移過來 負15加6 所以是負多少 負9 好 把X算出來這一題 我們就怎麼樣 就引任而減 所以最後來 我們P0的座標 P0的座標是誰 就是70 或者這座標 軸上一點 要假設P0的座標 叫做什麼 叫做X0 這個動作 同學也要知道 好 謝謝各位同學 我們就談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